长着一副左嗓子,什么叫左嗓子,高亢积月,没韵味,说得好听点,有点像驴脚似的,大驴嗓子,嗓门挺大,音儿挺高,但是没韵味,直冲冲就喊出来了。 但是郑生到老才知道这毛病,年轻的时候啊,郑生老自以为是,自觉着自己嗓门大,到处敢嚷嚷,敢唱,我什么都敢唱,我还自觉着我是一个不错的歌唱家,将来我发展发展兴趣,这方面有所成就。 赶巧我一个小兄弟,姓赵,叫赵苏苏,赵苏苏是河北丸县人,现在丸县不好听,完蛋了,就改成顺平县,他是那儿的人。 他父亲呢,是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教授,总管声乐教学的,有名的赵登颖教授,后来呢,我听说他父亲专门声乐教育,我就啊,自我多情,自作多情,我就跟这个赵苏苏苏,苏苏,回答跟你们老爷子说说,嘿,我那天到他,让他给我听听,看看,知道知道, 我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我将来先语能成为歌唱家呢,赵苏苏苏说,行吗,啥不行啊,让你爹给听听,你给提提一下,也许我这一颗苗子让老爷子给发现了呢,也许我就成了将来一个歌唱家了呢,赵苏苏啊,扑翅一乐,犀了话,有见过无耻的,没见过你都不要脸的人,你都不要脸的人,我还真拿自己当颗葱,当颗菜了, 我那天就跟赵苏苏啊,到他们,他们家在哪儿,就在下来街,下来街北边,中央音乐学院就在那儿里头住,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提前赵苏苏苏跟他爸赵灯营赵教授都说好了,给我找了个音乐教室,那回音都特别好啊,就把我叫去了,然后也不客气,赵教授还挺忙,就说你唱吧,你唱两句我听听啊, 我进去之后啊,过去老话,出生之赌不为虎啊,那时候我在十几岁啊,不知山高水低,也不知这个,也不知道害臊,也不知道怕 就往那一站,嗓门就亮开了,我就唱了一首当时啊,流行的啊,革命歌曲,叫什么呢,我是贫农的好后代 哎,各位,不经不禁有心脏病的,赶紧把药吃上,别让这人问下着啊,哎,我那时候张嘴就来 我是贫农的好后代 当地教导 我唱完以后面有得色 赵教授得夸我两句呢 赵教授也没拿我当外人嘛,他儿子的好朋友嘛 最后看了我一眼,完了啊,我说完了啊 说了一句啊,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说什么呢 我拒绝承认你在歌唱 那我干嘛呢?你在喊叫呢,你在喊叫呢 他当不客气,说你啊,唱歌是不行了 你干什么去啊,将来京剧有一个流派啊,就是这个高派,高庆奎那派啊 你跟他学几句计则得了啊,你还真别说,那人才辈出 高庆奎啊,老先生有个学生,叫李和增啊,就是继承了他那高派的长枪啊 这李和增啊,当时啊,在北京城里,人称叫野驴,野驴又高又亮,就是没韵味儿,左嗓子直喊,是这样的 所以在北京城里啊,卖不出票去,没人买,最后怎么办呢 就让他去跑那乡下草柴班子,到农村,到农村演出去 那个好啊,有没有剧场,荒郊野地上,你嗓门低了,你嗓门小了,外上还听不着呢 就这个直掌大喊,效果还不错,哎,你还真别说在农村呢,挺受欢迎 那年啊,也该找他走运,碰上了八路军 八路军两个说法,一个是陈在道的部队,还有一个说法是邓华将军的部队 这两位老领导据说都是京居爱好者,尤其是邓华将军,酷爱京居 听了两个回之后啊,就一下了决心了 哎,哎,哎,别走了,别走了,参加八路军吧,参加八路军吧 你们还是个剧团,算八路军的京剧团,给我们战事演出去了 哎,这李和尊就下了决心了,就把这人啊,就病到了八路军里 后来啊,跟着在这晃了几年,北平解放的时候,他又回到了北京 这回可大不相同咯,京剧界,他算老革命,老党员,老八路,这太得了 他就成了这个京剧界的军代表,以后中国经济院的院长 好像那个,原来有个电影叫《追鱼》吧,里头那个平剧演员李毅兰,那长这么漂亮,那就是他的夫人 李和尊的夫人李毅兰 赵教授的意思说,你最好就跟他写这派就得了 我一乐,我说行,赵教授,到底是知分子,不伤我面子,还给我找个地方 我当时年轻啊,现在行我闷的,那时候还真以为啪,我还挺高兴 我就跟赵叔叔,叔叔,跟我走,跟我走,干嘛去,我请客,我请客 那时候啊,西单的路口有一个小门鸟,叫为人民服务,就这么几个字 那是哪儿呢,牛奶公司的一个销售点,能卖什么呢,卖酸奶,现在酸奶不值个钱,满街桶都是 那时候好,一个小瓶子,拿个纸,拿个皮筋绷上,那一个酸奶,能喝酸奶的人,那就是很高雅的人了 当时就很时髦的事了,我就说叔叔,我请你喝酸奶去,然后呢,我们俩骑着自行车,就奔那儿就去了 当时啊,大家不知道记得不记得了,北京骑车分这么几个流派,东城讲究什么呢,猛刚,永久十三行 永久十三行那车呀,是窄把,那把特别窄,大转铃,那个脚蹬那个大腿是方的,方不棱蹬大腿 那座是整个一张牛皮座,后面那个小架,那架子特别小呢,大连套 那车呢,中间那根凉啊,寒猛的,拿手一盘,烫烫的,别是一种生意 那大罐人,那个车当时标价是196吧,是198,反正不是196,这是198 那时候你有钱,你拿300块钱也买不着,那都得是特批 所以东城的城里的 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都骑这 西城的讲究骑什么呢 东城猛刚西城二六 就那二六的馅闸的那种自行车 海淀讲究大船车 大杂牌子 因为什么呢 海淀的很多部队大院里 原来工家里配那旧自行车 以后就都卖给各家了 所以孩子们从小都骑着各种各样砸牌子车 东凑一瓦西凑俩咕噜 就凑着砸牌子车海淀 那没得说 镇生肯定就骑个砸牌子车 嘎悠悠 我跟赵叔叔 我们俩就直奔了那个西单路口 为人服务 我要请他喝酸奶 到那赵叔叔碰几人 这不完现老乡吗 谁呀 陈宝明